今天跟大家聊一下一台燃油车 一台插电混动的车辆和一台纯电动车辆 每年的保养的费用大概要多少 车辆的维富的一个成本 五年内会需要产生多少的费用 首先我们把车辆的一个价格定个范围 免得拿五万十万的车来对比 或者说拿五十万一百万的车来对比 我们的一个范围就是二十万到三十万区间的 另外呢拿车辆的公里数来做个范围 两万到三万一年的公里数的范围 是一个中间数比较普通的一个范围 你别拿一年跑几千公里的 也别拿一年跑五万公里八万公里的 来跟我这个车对比 咱们不列举极端的情况 就按最普通的 比如说我的比亚迪汉两年了 我前面一台比亚迪唐DM是插电混动的车辆 当时是四年 车辆的价格呢二十万到三十万这个区间 公里数呢如果是全电动的车辆呢 我们以两万公里一年为一个中间的一个标准 油车和插电混动的车辆呢可能跑长途啊更远一点 所以一年给它定两万五千公里 这个常规的一个平均值 那我先说我这台比亚迪汉 现在的一个常规的情况都是手保是免费的 那么比亚迪汉也有一个手保 大概在五千到八千公里左右做一个手保 是免费的 也就是对车辆做一个检查 螺丝的一些紧固 电路的一些检查 或者说有OTA升级 它是免费的 一般来说是半年内去做这个手保 那以后呢是每年一万两千公里 做一次检查保养 费用呢是两百元 那我这台比亚迪汉呢是两万七千公里 那除了手保的七千公里做了一次之后呢 过了一万两千公里的时候呢 也就相当于我在一万八千公里左右 做了一次保养 到了两万八千公里啊 马上要到了 所以呢两年就是算 第三次要去做保养啊 也是两百元的费用 检查一下车辆 最多呢是换一个空调旅行 那么如果两年到三年 跑了一个五万公里左右呢 应该要把四个轮胎更换 这个电车的轮胎呢 价格静音方面 比兰油车的普通的要好一点 价格也贵一点 耐磨程度呢也差一点 电车的话呢 一般跑个五万公里换轮胎 四个轮胎 那油车呢 跑个六万公里可以换轮胎 那轮胎的寿命呢 是三到五年 差不多五万到六万的样子 那纯电动的车辆呢 有一定的能量回收 所以刹车片 三到五年基本上不要动的 正常不是接力驾驶的呢 一般是五到七年之后 才考虑更换刹车片 那对于我来说呢 五年六年的车呢 基本上是打个四折 差不多折扣了 就卖掉了 所以像比亚迪汉 这样的纯电动车呢 保养的费用呢 是非常少的 一年也就三四百 如果算上轮胎的费用 可以考虑自己换国产的 五百左右一条轮胎 三年的轮胎的费用 大概是两千多元 保险的费用呢 第二年和第三年 都是五千多元 平均呢 每年就是五千到六千左右 看你出险的情况 保险呢 我都是习惯性买车损险 和两百万的三折险 好 我们再来说一下 插电混动的车辆 那以比亚迪唐DM来举个例子的话呢 它是七千五百公里 是按照发动机的保养去保养的 那么发动机的用量呢 大概占总里程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 一年 你跑两万一千公里 那么百分之三十 七千公里 正好做一次保养 一年换一次机油几率的费用 大概在六七百元 那轮胎啊 保险这些费用呢 跟比亚迪汉差不多 也就是说从保养这一块来说 一年或者说 要保养一次 或者说两年保养三次呢 总的保养的费用 五年呢 一个是 两百乘以五次 一千块钱左右 基本上两千块能搞定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五年如果保养八次 需要五千六百元 一千五和五千六的区别 中间差了四千元的一个 保养的费用 一个是因为有机油几率的保养 那么有能量回收的这个车辆的刹车片 基本上五年内是不需要更换的 因为我的比亚迪唐DM2018款 开了四年 还剩了65%左右的一个刹车片 那我是翻山越岭的跑 而且跑了14万公里 还有一半多的刹车片 所以说没必要更换呢 当然这个跟每个人驾驶习惯为标准 我只是取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我们说一台 二十多万的一个纯兰油车的 一个维修保养 那国内的纯兰油车的 第一次也是免费的 以后呢 大概也在七千五左右的一个保养 一年行驶两万五千公里 乘以五年的十二万五千 需要每七千五保养一次的 大概十六次多一点 乘以一个六百元一次 那么相当于一万块钱左右 这个就是机油几率的保养 刹车片的五年十二万公里呢 也差不多看情况 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换刹车片 轮胎的话 一般来说六万公里换一次 这个都一样的 跟全电动的 或者混动的差不多 也都要换两次左右了 因为一次六万吗 两次十二万 十二万五千 就第二次换轮胎了 点火的火花山呢 是这样的情况 有很多的带温轮的 这种主流的现在2.0T 写了两万公里换也有 一般来说我的建议三四万公里换一次 那么十二万公里理论上也要换两次 刹车油啊 齿轮油啊 按照一般的规定的六万到八万公里换 你自己看情况 如果是打算卖车的 你换不换也随你了 如果打算还要开个三年五年的 开了五年再继续开个三年五年 那就可以考虑把这个刹车油啊 或者说变速箱的齿轮油啊 可以考虑更换 加上换一些空调滤芯啊 空气滤芯啊 这些都是常规的 从保险来说呢 这个主要呢 你如果同样28万的车子啊 蓝油车 纯电动车 新能源的插电混动的车辆 他们的保险其实基本上是同样价格的 除了有一个车 特斯拉它的整体桥维修会比较贵 其他的维修成本都差不多了 事故率呢 保险公司都会统计的 都差不多的 主要是看你有没有理赔 如果连续两年不理赔 第三年更便宜 连续三年第四年保险会更便宜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当然购买保险也是有一定的萌道的 有一些途径会便宜一个几百块钱 上千块 有些有繁点的 有些人委托CS店或者外面 稍微会贵一点 六千块的保险差个三五百块钱 是很正常的事情 各个地方各个购买途径 它会有一点偏差的 那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像比亚迪的车辆呢 都是五年十五万公里的质保 这个是起步的质保 不管你这个车辆发生什么情况 只要你是私家车 不是营运的车辆 那么你都享受五年十五万公里 或者六年十六万公里的质保 这个是最基本的 不管你的车子底盘磕碰啊 什么磕碰啊 它都享受这个最基本的质保 那什么样的情况 不享受三电终身质保呢 那么我下一集跟大家说 我今天能告诉大家的话 比亚迪是五年十五万公里的 一个整车的大部分组建的质保期 会影响到你所谓的首轮车主 二轮车主 那都不影响的 一般的燃油车呢 大部分主流的是三年十万公里的质保期 所以呢你三年到了之后 你要开满五年 这两年如果产生什么费用 维修的费用 是你自己承担的 特别是一些合资的品牌 基本上它的一个质保期 都是三年十万公里 或者三年八万公里的质保期 好 我今天就聊这些内容 那么下一集 我们再聊这个比亚迪的三电 终身质保到底有哪些条件 感谢您的男人